持續帶人來關心環狀縣的最新消息 就在昨天大地震之後呢 包括這個松原站 以及這個阪行站之間的高架橋樑 在昨天地震發生的時候 軌道有發生嚴重的偏移 包括旁邊的隔音牆 以及下方的水管都有 毀損以及變形的狀況 而對此現在環狀縣要什麼時候 才會重新開啟雙向的全面通行呢 我們聽一下今天侯市長的最新說法 目前環狀縣經過林業 的積極的工程的單位的檢測 以及處理 那目前我們規劃是三個階段 讓我們新北環狀縣能夠 恢復交通營區旅行 那第一個階段 在昨天傍晚就恢復了 就是板橋到新北環狀營區 單線雙號公車 至於第二個階段 我們就是從中和站到大平淋屋站 我們希望在檢測安全比以底下 能夠在4月8號 在上班時間能夠飛步來通圈 當然嚴重比較受審的就是中和站到板橋站 這當中裡面的中原段到板橋站 這個因為鋼糧的臭味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請專家學者不斷的檢測檢討補牆以後 再確認安全都沒有問題才會來開放 所以我們大概就分三個階段來做好整個交通運輸的新北環狀 所以能夠盡快的推步通車 除了這個時間點 給我們的市民朋友帶來交通不便 所以我們在第一個時間 就特別舉動了連累公車的接駁 連累公車的接駁 從早上6點到晚上12點 那這個部分在監封時間是15分鐘到10分鐘的監封時間 所以旅行時間是20分鐘到30分鐘 那目前在昨天啟動以後 就載送了大量的環狀線搭乘的市民朋友 那未來我們會適時的做好公車的接駁的調整 因為看整個營運的狀況 做好讓市民朋友不要因為環狀線 短暫的沒有辦法前線通車所帶來的這個困擾 我們會適時以後 讓大家能夠有一個快速方便的交通運輸立法 今天是侯市長的第二次來到捷運站 來視察環狀線這個施工工程的狀況 未來會分三階段來進行分斷的這個施工工程 而未來民眾如果要搭乘環狀線上下班該怎麼辦呢 對此侯市長也表示了 未來將會有一系列的這個接駁公車 要來分流在這邊環狀線固定上下班的民眾